高雄有一名60岁的良性独居男子 骑着机车带着爱犬准备到屏东看哥哥 不过呢却在万丹乡的路上发生车祸身亡了 而幸运逃过一劫的雪纳瑞犬 不知道主人已经往生 现在连续两天都守在车祸现场 顾着主人的遗物 看到狗狗逗留连警方也大受感动 赞美真是宗犬 村民口中的宗犬就是这只雪纳瑞犬 从车祸意外发生到现在几天的时间 小狗都没有离开这里 看守着主人遗留下来的雨衣 拖鞋还有安全帽面罩 不知道小狗是在等着主人回来 还是用这方式再哀悼 5号那天下午发生车祸以后 这只狗都一直在这个附近 在这边徘徊 有拿东西要给他喂食 但是他似乎是有不肯进食的 这种现象 好像有受到惊吓 对对 5号下午 小狗主人60岁的良性男子 骑着雪纳瑞犬 要到屏东看哥哥 就在屏东万丹乡上新路广为路口 喊另外一位机车骑士碰撞 良性男子摔落到路旁逗铁 送医不治 幸运逃过一几的小狗 可能不知道主人已经远去 尽忠地守在这个现场 看到这画面 好多人深受感动 称赞小狗名符其实的中犬 不过也担心 这样下去 小狗健康会出问题 警方特别通知死者家属 将这只雪纳瑞犬带回饲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